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整篇大学就是在解这句话 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 整篇大学由始至终 都是在解什么叫自知 什么叫格 为什么呢?我有理由的 不过稍后再说 物格而后自知 这里又是 又反过来又说一次 物格就是自知 以成、心正、身修、齐家、国子、天下平等等 接着他就说 自天知主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至者否已 好了 这里本末 之前有提过 在哪里提过?物有本末 所以这里的本末 其实就是说物有本末 物有本末 好了 接着他就说 其本乱而末至者否已 即是说本末就不可以搞错 我要明白本末要怎么做 就是要格物 好了 我格到物的话 我自然就知道 哪一件事应该是先 哪一件事应该是后 首先要格物至知 成以正身先 然后才修身齐家自国 和平天下就后 这是什么? 就是时有宗此 是吧? 所以呢 这里所说的 其本乱而末至者否已 也 其实呢 都是说 我们要学 如何去 所谓黑己福礼 我们就要知道 一套道德的原则 这套道德原则 那一套道德原则 除了说如何修身 即是 那些成以正身的东西之外 还要说 就是外在的东西 即是你修身之后 你如何去 齐家自国 平天下等等 那你要知道 这些东西的原则 那会不会就是格物呢? 是吧? 接着 如果你能够格物至知了 接着你就能够 成以正身 为什么? 因为你明白了那套东西之后 那你就可以 将那样东西 实现出来 然后跟着次序去做 那你就可以 知所先后 即近道尔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就能够 将这个道实现出来 这一道 我都是一路吹的 未必有理由 但你要看一出 三纲岭和八条目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因为这里 有好几种说法 一向都是 有人认为三纲岭 是三纲岭 八条目 两个系统 有些人认为不是 好了 那 根据 楚简研究嘴 这里的三纲岭和八条目 很有可能 根本在说同一样东西 其实我刚才解释的解法 就是将它 当成同一样东西 为什么? 因为 所谓明明德 就是个人的 就是说 我首先要明白 那些物有本 末是有宗始的东西 明白了 将它 成于中 迎于外之后 那就是明明德 所以 所谓大学之道 就是明明德 第一个明明德 是说 革密自知 成义正身 修身 明明德 接着 再是新闻 再是新闻 不是你自己治疗汉 而是你自己修养 而是你能够将这套道德秩序 落实在厌实世界里面 甚至乎要齐家治国 平天下 这就是新闻 止于自善 好了 那就是说 你新闻 你可能是教他们 可能是养他们 不过呢 根据大学 我们还有一个很崇高的道德目的 就是要止于自善 这个止于自善 不只是你本人 止于自善 而是你能够将这套道德秩序 落实在厌实世界里面 就是说平了天下 都还未够 你还要将那套道德价值 落实在整个世界里面 这个就是止于自善 所以止于自善 对应于八条目的什么呢 对应于八条目的第九条目 就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三江令有八条目 或者九条目 的而且确是吻合的 好了 你接着再问我 为何你能够将隔密指支 解成这样呢 很简单 因为 其实如果你真的看大学 整篇文章就是在解隔密指支 为何 因为隔密指支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隔就是正 隔就是正 这个文字 以隔就是 以正来分隔 就是隔的意思 所以大人隔均心之非 隔就是正 去正君主内心的修养 品隔 所以隔就是正 然后这个墨是什么 你看那些墨是什么 墨有本末 那那些墨是什么 哇 是否很猛烈呢 终于空之东西出来了 就是证明 就是 墨有本末 这个墨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不同的崗位 有不同的角色 对不对 有不同的成长的阶段 对不对 所以墨是可以分造明的 那些文献我不再引 但是起码在古汉语里面 其实都有这个意思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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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就是 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都会说 就是 它真的美得不可荒物 是不是 就是说到 无以明知 这个墨 其实是 有些时候 可以分造明 这个意思 所以 我说 新家国天下 这些是墨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明 所以 其实 你和论语讲证明的那些东西 一合起来 你就会发觉很容易明白的 因为证明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君君神神父子字 就是说 君神父子 这些是不是物 这些是物 就是大学里面讲的那些物 就是说 你是有不同的身份 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你是君 你就要做君的事 是吧 那才是格物 那才是证明 神 你要做神的事 你会发觉 这些所谓的格物 其实呢 可以将它直接 等同于证明 或者 证明是什么呢 根据论语里面的说法 证明其实就是例 是吧 在孔子的理论里面 证明就是在这里 就是例子 在这里 其实你可以说 证明是什么 就是福利 就是这里 推得挺厉害的 就是这个格物 其实说来说去 并不是 似乎 并不是 朱子式的那种 向外求 一切的知识 当然都是向外求的知识 不过这个知识 是有范围的 这个知识 是讲一些 道德伦理的知识 就是说你实践修养的知识 就是道德的知识 可以用来 所以这个格物呢 为什么你可以自知 还记得知是什么 知所先后 則近道义 这个知是什么 这个知不是万无目的 你知到黄昏的天色 是什么 明天会下雨的知 这个知是要知所先后 則近道义的知 就是什么 就是知道应该怎么做 这个才是大学所讲的知 就是知道你实践修养的步骤 或者知道你作为人应该怎么做 这个才是大学里面所讲的知 所以你格物 你能够证明 你当然能够自知 因为你现在知道了什么 你知道了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格物自知 是应该这样解释的 好了 跟着呢 我们又看到 诚意 诚意这个字呢 是有麻烦的 那我们看一下我印出来那些 那些 尤其是不要看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你只是想像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肥 那时候 食用有没有那么好呢 那 我看那段 跟着那段 所谓成其异者 无自欺也 如护恶臭如控好息 此之为自谦 故君子必慎其毒也 小人行居为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然后艳然 掩其不善 便以珠其善 看到这里先 那 其实这就不只是珠子 不要经常都搞珠子 那 由这个正元珠 这个 这个礼记开始 其实呢 就已经将这个 所谓的神毒 这里提过的神毒 神毒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 独居行居的时候 你都要好像有人看着你 那样 这个 不好意思 真是这样笑的 那么 这个解法呢 由正元开始 一路去到朱子 都大概有这个说法 当然 不是 他们独孤一味 也有人有不同的解法 但至少这个 都叫做是 主流的解法 可能是解错的 我们又是看这一段 所谓成其意者 成意 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说 怎样去真实无枉 这样 将你内心的 那个 人 或者是 道德的情感 表现出来 是不是 就是将这个 所谓的 道德的情感 我们下来 再来 我们下来